走 来人啊 拿酒啊 二爷 您这都喝了多少酒了 库里没酒了 没有酒我就去买 二爷 您要有什么不顺心 您就说出来 小子替您出主意 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 我很高兴啊 我 我开心我才喝酒啊 赶紧去给我买酒 是 等等 二爷 您吩咐 你去告诉那些人 谁要再敢看妖嫡妒一眼 我就把她眼珠子挖下来 为什么呀 总得有个理由吧 没有理由 您这是清清白白的贵哥小姐 他们有什么资格看啊 是这样的吗 二爷 快 快 赶紧买酒去啊 你再不去我先把你眼珠子挖下来 不是 得嘞 快 赶紧我买酒去 得嘞 得嘞 好 好 好 资柱姑娘 先放这儿吧 先放这儿吧 等会儿再喝 先放这儿 那你记得喝啊 好 好 大哥 地主姑娘 我不渴 大哥 您喝点水 不渴 不渴 喝点水吧 不渴 我不渴 来 你干什么 是谁下令附许大家看我的 我下的 为什么 是我长得太丑了吗 你再好好看看我 我丑吗 这里是治病救人的地方 你整了骚手动资到处游荡 一个伤患心神不宁 你让他们怎么养伤 二爷此言诧异 养伤最要紧的便是心境开阔 我打扮得好看些 伤患瞧了我就高兴 一高兴便自然就好得快了 这可是师父说的 师父您说 病人心境开阔了 伤是不是就能好得快些 二爷 是啊 你看 我还是看看要熬好没有熬好吧 不知二爷才刚那番话 是真为病人着想呢 还是吃味儿了 有意做梗 二爷不说话 想是不愿意理睬我了 我一个弱女子 孤身在外没人能依仗 只好想法子 尽快把自己嫁出去 好歹也不碍着二爷的眼了 你敢 为什么不敢 二爷既不喜欢我 就别阻拦我寻找好姻缘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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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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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模样 真叫我瞧不上 交提柱 我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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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什么回事 回二爷的话 这五人本是要出城放火的伤人 刚一出城便被野狼杀害了 二爷 这五人皆是被一刀毙命 看来野狼真是想把牧城 变成一座死神吗 我势必要将他们碎尸万短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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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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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派你来的 大人还不知道吧 如今你的人头很直见 野狼选上一万据你手机 就算我死了 还有更多的人追杀你 你等着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先回吧 二爷 怎么了 你先头要同我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既然你要听 好 我同你说 姚迪珠 从今往后 你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 即便是个贩夫走卒 也何该是你的命 与我毫无相干 你听明白了吗 二爷 我告诉你 你不要觉得自己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就会连累我 我摇地珠生来天不怕地不怕 你给我听好了 我若不把你拿下 我势不为人 二爷 你不能轻轻 继续 我苏努顿 也可为二爷分忧呀 五从说起 自从结识二爷 就觉得二爷心事重重 二爷这样的伟男子 原就叫人养殖弥膏 再听这种 越发让人不好清静了 是吗 我一直将红娘子视为好友 在别处我总如见在闲上 只有在你这儿 我才能略感松弛 没想到我在二爷跟前这样得脸 真叫人受宠若惊 二爷 请随我来 这就是我常常来的地方 二爷看见这个树洞了吗 心里话既然不便说与别人听 那就说给树洞听吧 树是不会把秘密宣扬出去的 你看 这里有纸和笔 你有什么心愿 念想 苦楚 都可以写下来 抛进树洞中 日久年生 这些秘密消亡殆尽 就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二爷 心里藏了太多的事 会让人喘不上气来的 这个法子可以让二爷好受一些 试试吧 不过有什么人知道 别人知道 我会想到很久了 不过有什么事 你会想到一遍 这些试试到哪里